而玉龍集團董事長 顏凱泰也看好今年台灣的車市 玉日車今天舉行的股東會 他就親自主持 他看好今年台灣車市 將會有微幅的成長 不過對於全球最大的電動車業者 特斯拉要來台設點 顏凱泰說又多了一個競爭對手 但是除非車架可以大幅的下修 充電可以迅速的完成 否則油電混合車 還會是現在的主流 他拖了就拖了 我怎麼辦 我想跟台灣影響不到 恐慌性的影響會多一些 但是我想大的應該OK吧 但是我真的沒有想到 真的會拖 玉龍集團董事長顏凱泰 談到英國拖歐 只說很意外 但也表示這對台灣 或自家企業經營影響不大 顏凱泰還預估 今年台灣車市表現將微幅成長 而玉日車下半年 在新車推動下 表現也將優於上半年 我覺得車市應該是微幅成長 國內景氣應該 雖然不是太好也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這個換車草 各方面應該是還好 台車換新各方面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穩定成長 Waterpilot is on top of its game 不擔心脫歐衝擊車市 不過談到全球最大電動車業者Tesla 即將來台射點 顏凱泰說又多了一個競爭對手 哇 又一個競爭車怎麼辦 大家把電動車都變成一個好像 一到電動車就砸個幾千億 試圖看一下全世界的 infrastructure電動車是不是準備好 當然你說玉樓沒研發 絕對很積極在研發 而且絕對沒有任何delay 但顏凱泰認為現階段 油電混合車仍會是主流 電和油的混合可能會是一個主流 我個人的感覺主流一段時間 那麼如果你說電池突然間有一個 爆炸性的成長 價錢下來 infrastructure加電可以在五分鐘內 把電加嗎 OK 那沒有話說 但這些都還沒有準備好之前 我認為是一半一半 就是說油電的一個mix會是一個主流 綠日車去年乘車銷售43416台 市佔率約10%位居市場第二 營收332.18億年增0.1% 股東會上通過配發現金鼓勵 每股12.5元回饋股東 油電TV夜市民邱欣宜 新北市報導